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疫情这种形式发生变化之后 市民对心理援助的热线需求特别大 12月1号的时候 北京市民证据它发出这个号召 招募热线接线员 没有任何报酬 但是能够分担到其他的心理热线的一些压力 那我就第一时间就报了名 我听明白了 叔叔 是担心孩子 对您是不是有情绪呢 我是12月8号 正式成为我们的这个心理援助热线的接线员 一天有三个班次 每个班次呢有四位接线老师 24小时都有人执手 每一个来电呢 我们会花费15分钟到一个小时 比以往呢 就更需要敏感地快速地 要评估它的需求程度 我印象深刻的一次呢 是81岁的一位阿姨 她打来电话的时候呢 第一句话是 我怎么听不见你说话 就是就是她已经焦虑到 我在跟她问好 她都听不到我说话 我们就详细去了解她的这个目前身体的状况 她当时还闹呢 这个子女均不在北京 就出了一种不错的这个状态 我们向阿姨去科普 我们的父母举例子 那阿姨听完之后呢 扔了她的情绪就下来 她当时问说这个 这个还能不能电话再找到我 我说你有任何问题 打这个热线 无论如何都会找到我 让阿姨呢把信放下来 还有一个呢就是 80岁的叔叔 他来电话说 他转移一个星期了 但是孩子呢 却不敢来见面 然后老爷子就很不能理解 那我们也跟叔叔讲解了 不是说子女不来看望他 而是子女有担心 是对叔叔有一些牵挂在 当我们说到这些之后呢 老爷子回复讲说 他想听到的就是这个 好多市民 他们其实内心是有答案的 有人能够从专业的角度 肯定他们这些想法 这样呢他们的情绪呢 就会得到缓解 起码这边得喝了三桶吧 其实对于界线员来讲 嗓子是特别重要的 市民打过热线来 他希望听到的就是我们的声音 也是前几天 我也正赶上发烧 那天有一个未接电话 我还正有点自责 另外三条热线的伙伴呢 就把这个热线给接过去了 大家都会第一时间要求返港 只要我的这个声音允许了 头脑清晰了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八小时呢 治好港 治好办 我们平时也是可以在办公室 进行这个热线的接听 但是因为疫情原因 现在通过手机 在家里面就可以接听我们热线 那定期的呢 有这个读导老师 让我们进行专业的指导 热线开通到现在 有两个多礼拜了 从原来的七十多人 到现在增加到一百多人 这个队伍呢也逐渐地在壮大 可能会占用到我们个人的时间 但是没有关系 尤其在这个特殊时期 我们都能够克服 随着政府的推广 这段时间呢 我们的热线量也在逐渐地增加 最早的那波电话 它是处于慌乱的状态 随着生活秩序逐步地恢复 我们明显地从电话里面 能感觉到 依然有焦虑和担心的地方在 但是呢 整体感觉呢 就不那么激烈 当对方说 谢谢你 我感觉好多了 满意挂了电话的时候 感觉那一刻呢 成就感是特别大的 我们也特别希望呢 能够大家重视这个心理热线 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 只要您的电话打过来 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